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,毛主席曾高度评价的。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保家略国之战,八年抗战涌现出许多光荣殉国的英雄烈士,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抗战英雄的故事,他是在抗战中第一位牺牲的国民军长,名字叫郝孟玲。 郝孟玲,1892年2月18日上,河北人,从小家境贫寒却十分上进,后一直在洛军军官学校学习,三十多岁就生为国民和命军师长,郝孟玲将军常以历史人物,鞭策自己吉部下,他最喜爱的两首诗是文天祥的《郭灵了香》和《正希歌》,诗中的情景也是他一生的写照。 抗日战争前夕,蒋介石发动了数次对中农红军的围剿,郝孟玲见同事操歌非常反感,曾多次请辞结甲归田,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,在四川的郝孟玲得知消息后,请求北上抗日, 他的请辞信义正言辞,我是军人,半生光打内战,对国家毫无利益,现日后侵占东北,人民无不义愤填膺,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,我们应该去抗战,应该去与敌人拼,后经批准他终于得以率部北上抗日,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。 接到任命之后,郝孟玲急忙帅步从桂梁北上抗日,在途经武汉时候,他抽时间与家人进行了告别,几个儿女看到父亲回来都十分高兴,围在他身边说说笑笑,但当他们听说父亲马上又要离开他们去打仗的时候,一个个堵起了嘴,说父亲只爱打仗,不爱他们,郝孟玲听了,把他们搂到身边, 抚摸着他们的头说,孩子们,我爱你们,但我更爱咱们的国家,这回爸爸要去打的敌人,是侵染了我们的土地,天天屠杀我们同胞的日寇,每个军人都有责任保卫国家,爸爸作为一个战士,也应该上前线杀敌人才对,你们想想如果国家灭亡了,你们还能这样幸福地生活吗? 郝孟玲临走的时候,她已经下定了决心,准备随时为国家,为人民献身,就把早已写好的一封信交给了大女儿慧英,嘱咐她三天以后再拆开看 等父亲走了,慧英才把信从垃圾框捡出来,打开一看,原来这是父亲留下的遗嘱,还能辨认的字句是这样写的, 这次北上抗日,我已抱定了为国牺牲的决心,万一阵亡,你是家中的长女,一定要和弟妹听从母亲的教导,孝顺你们的祖母,至于你们上学,我个人没有多少钱,将来国家战胜,你们可以进一族学校,留给,慧英,慧南,印怀,印南,印森五儿,复留于1937年9月15日。 就这样,郝孟领帅部队到达了心口前线,当他耳门目睹了日后的野蛮暴行和嚣张气,更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。 他对官兵的说,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,只有牺牲,如在退却,大黄河边,兵机无存,哪有官长,此为我死国活,我活国死。 他反复强调,人人都应报定,有我无敌,有敌无我的决心与敌拼杀,官兵备受鼓舞,誓死杀敌。 心口保卫战打响了,在敌人飞机,大炮的轰炸中,好孟领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,特别是在我方伤亡惨重,仅剩下百余人时。 为了鼓舞士气,他站在危险的高地前,对一个个被战火熏黑的士兵说,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,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,就是剩下一个人,也要守这个阵地。 我们一天不死,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,出发之前,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,他不败日军绝不生还,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,绝不先退,我若是先退,你们不管是谁,都可以枪毙我,你们不管是谁,只要后退一步,我立即枪毙他。 他又大声问了一句,你们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?所有官兵齐声回答,是死坚守阵地,面对日军的疯狂战火,好孟林没有丝毫的胆怯,也没有丝毫的退缩,并且早已经做好了卫活,为民捐躯的准备,最后,这位年轻的军长重力牺牲了,年仅三十九岁。 好孟林训国后,士兵在其一带里,发现以封尚未发出的志有人信,于受命北上抗敌,国际负义重任,是我实不包,故意绝不介意死以训国,以求民族生存,此次抗战,适当以沙场未归宿。 好孟林训国的消息传开后,举国悲痛,1937年10月24日,好孟林将军的灵鹫被运回武汉,当他的灵鹫由太原运至武汉时,武汉各界四千余人,前往车站迎领,后以国葬仪式,将好孟林遗体安葬, 在武昌着刀全府虎山,一万多人参加了葬礼,国民政府追赠好孟林为陆军上将,蒋介石亲自为他写下了记文。 1938年,3月12日,在延安召开的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,毛泽东评价好孟林,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。